好 这个小女孩其实是她第三任老婆所生的女儿 初号叫四川的陈文庸 她前前后后娶了四个老婆 现在的妻子呢 整整小了她三十岁 在过去呢 也是因为被陈文庸设计欠债 逼再不得已 才最后嫁给她 要撕走了是不是 没有 撕走是吧 那为什么会买起来 面膜欣欣欣欣欣 戴着安全帽穿着白色夹克 满脸憔悴的陈文庸 逼着头跨着脚步沉重的往前走 本来一直沉默不语 最后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怎样 大声点 我对不起我女儿 为什么对不起你 因为我失手 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感成痛下毒手杀死亲生女儿 外号四川的陈文庸是桃园地方角头 平常以暴力讨债为生 在平鎮一带恶名昭彰 很多人都知道 没想到居然还亲手杀死第三任老婆生的女儿 你为什么要满宴警方啊 是 因为我房子被查红了 陈文庸有过四段婚姻 第一任老婆和第二任老婆已经离婚 第三任老婆也是五岁女童的生母 疑似知情不报还共同隐瞒真相 穿着黑外套全身包得密不透风 她是女童的生母红利琼 面对媒体的追问 她低头不语快闪而过 有没有色情气息 你有协助气息吗 为什么不报警 坐在真讯室内就是第四任妻子妙如仪 一流无助一次因为陈文庸胁迫而成了这起撒童的共犯 陈文庸年约六十岁 第四任妻子妙离如却整整小了她三十岁 当年陈文庸还派人去殴打和她相恋六年的男友 在利用债务关系逼迫她结婚 居然对亲生女儿下毒手地方角头陈文庸终于在13号被警方依杀人罪嫌 依送法办 中天新闻简正风刘一军桃源采访报道